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被拍到资深艺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参加纪念英国战役8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容相当憔悴 而其女友加利西蒙兹却带着孩子在意大利度假 这样的状态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 有媒体声称两人已经分手 一名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议员也宣称 两个人之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约翰逊的朋友们驳斥了两人分手的谣言 他们只责守向日益壮大的政敌军团散布谣言 让约翰逊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然而即便分手传闻被否决 这些人也不能否认 如今的约翰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今年到目前为止,约翰逊经历了几件大事 一方面因为感染新冠病毒 一度严重到被送进ICU监护室 同时新女友给他添了一个儿子 据称,约翰逊在2018年担任外交大臣期间 与第二任妻子玛丽娜离婚 期间与现任女友加利西蒙兹开始交往 因此约翰逊经历了一场昂贵的离婚代价 他要为六个娃中的四个提供生活费和学费 而在当了首相后 约翰逊被迫放弃报纸专栏和公开演讲 收入从35万英镑下降到15万英镑 今年4月,约翰逊又多了一个孩子 他已经开始担心能否有足够的钱 为六个月的小儿子威尔弗雷德聘请一位保姆 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布莱尔的孩子们一直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台阶上 与首相父亲合影 一位消息人士说 这让约翰逊感到十分歉疚 所以在非常努力地弥补 除了个人生活 身为英国首相的约翰逊在工作上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首相约翰逊个人民调支持率只有36% 落后于工党领导人基尔斯塔默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执政的保守党支持率下跌至39% 而工党支持率则为42% 这是自约翰逊出任首相以来 执政党支持率首次落后于工党 目前约翰逊一起带领英国民众抗击冠状病毒 并试图挽救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害 而且准备在12月底达成无协议脱欧这一历史性难题 也在不断考验着它 这样的民调结果显示 英国民众已对首相约翰逊 及其内阁团队在应对疫情 以及处理脱欧后续问题上的领导力失去了信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